那么我们已经教你一些基本的 只是简单的电阻的串变的线路的时候 一些电流电压的特性 那真正实际上 我们实际上的电路 是包含了很多种电子元件 除了我们讲的电阻以外 还有甚至电容、电载 这是后面我们三级级下级级会教的 二集体 OK 甚至二级级、三级级 这个三级级下级级的时候 我们会教这一部分的电路 好 那这样的话一样的情况 你有这些电子元件的时候 它在电流在里面流的时候 它的效果或流出来 它的电流特性是怎么样 电压特性是怎么样 那么我们怎么去解出 里面线路上的电流电压 所用的基本原理 就是克希和乌提出了两个准则 两个准则的基本原理 OK 第一个 第一个 它的基本原理里面 是我们熟悉的建核综合 它提到第一个 接点定则 克希和乌在解线路的时候 两个基本定则的 第一个就是 在线路上任何一个交叉路口 节点有电流这边 有电流线路在这边 线路这边不管几个 我可以只是一个举例的图形 这样在这边 好 那我一个节点 就是等于类似我们讲的交叉入口一样 这一个节点 那你就会出现 以这个节点的话 来看的话 会有什么情形 你这里 假如流进来的电流是10A OK 好 这里有电流流过去是8A 好 这里又流过去电流是6A 那我问你 这个电流这条线路电流会多少 其实很简单的 没有说很难的进则 这里进来10A 结果这里流过来8A 这里流过去是6A 所以这条线路要怎么样 还有电流怎么样 进来很好 进来多少 这个4 了解一下 就是你用的观念 其实就是我们的物理上很重要 基本的手痕定律 电特手痕 所以电流就是每秒钟流进来多少电荷 所以你刚刚有讲的 有电荷手痕 怎么样 我的I1 流进来的是不是I1跟I4 两个加起来会等于什么 是不是流出去的I3 I2 是不是 那意思就是怎么样 流进来的总电流 会跟流出去的总电流怎么样 一样 所以其实不是很难 很重要的物理就是这样 很简单基本的观念怎么应用 它只是电荷手痕 应用在化学管轻 管轻前的电荷总电量 会等反应或者总电量 这边应用在这个节点上 流进来电流流出一些总电流 好 第二个就是从能量的观点来看 能量观点 可稀合物俊者是这样 怎么样 你等一下有一个线路 我一个认为你上面有个电路 那你在电路上怎么样 取一个封闭的回路 这封闭的回路你要怎么取 依照你解决的需要 我要从这里解这个电流 所以我要解这个电子元件 我就取一个回路 经过这个电子元件 OK 那回路你要找一个绕一圈 到底要顺势阵道 还是逆势阵道 都可以 OK 但是你要注意你绕的方向 从哪里走到哪边 经过了哪些电子元件 那经过哪些电子元件 每一个电子元件都会有一个它的怎么样 消耗或提供能量 那总共绕了一圈以后 有些电子元件增加能量 有些电子元件让你消耗能量 结果又绕一圈回来之后 有增加有减少的增加减少 最后要怎么样 这个零总横 什么叫总横 就是最后能量就没有了 就是又回来的 对不对 有些增加有些点 因为又回到原本的嘛 是不是 懂这样的意思了没有 所以很简单 你绕一圈 绕一圈看看你在电路上 经过了哪些电子元件 经过电子元件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结果一 经过它以后发现提供你能量 一百加二 好再经过二 结果二消耗三十 -三十 经过三电子元件-二十 那么电子元件四能量会多大 这个-五十 什么意思 非常简单观念 你看就这样而已 不过在这边 只要提醒你一件事 你可能前面一直受训练的时候 都不知道一件事 我们能量多少多少 每一个电路消耗多少 或者怎么样 用另外一种观点来看 什么观点 我们告诉你家里的电压 电压什么意思 你们经常忘记 电压就一百一十辐射 就不知道什么意义 电压就是电力公司 提供我们的电的能量的强弱 什么叫电的能量的强弱 每库轮 你只要电压每库轮的时候 它提供我们一百一十胶 是不是 所以你就刚刚我讲 你绕一圈的时候 线路绕一圈的时候 也提供能量 有去减少能量 有去低温能量 减少能量 对不对 现在我不是用能量观点去 但更进一步用我们 用电路上常用的一个名字 就是电压 电压也是能量 它只是每库轮的 所以你在到那个线路 绕一圈的时候 把它看成你是一库轮的电压 你是一库轮的电压 经过那个电子元件 增加了一百胶 你经过那个电子元件 降低了三十 降低了二十 又降低了五十 对不对 是每库轮的电压 其实降低了 每库轮降低 增加的能量就是什么 电位差 所以把这句话 延伸从能量里面去看 每一个电子元件的电位差 总和 有些电子元就是比方说 你是一库轮的电压 在走的时候 尽管它电子元件增加了 就是电位差 这样升高了多少 电位差降低了多少 最后总共配合起来怎么样 零 好 举个例子 我这线路上举个例子 这个不是很复杂的线路 但是对你们来讲 是一个不一样的情况 什么不一样的情况 这个你说这个 这个是电链吗 这个串链吗 就会有两个电子 已经就破坏你们感觉 让人串电链了 实际上更复杂 对不对 好 那现在一个问题 你这个线路里面 这个线路里面 你怎么去解每一个电子元件的电流 或电压呢 你很难的吧 你要是只是会电流串病人而已的话 没有 再跟你讲 你要解电路上的电流跟电压 其实真正是用接点 用科技合不进者 好 我怎么解 我这里 我随便举一个维路 我举例 我举了维路 假如是在这里 那你怎么绕 你可以随便理取 我就从这一点开始 逆时针 我这样绕这一圈线路 我绕这一圈线路 你告诉我 我经过了哪些电子元件 那些电子元件都是我们现在学过的 是不是电子一 还有谁 电子二 还有谁 就是电子四 那他们的钻电压总共加起来 我就讲电压就是电能吧 每库的人的电能吧 最后能量守恒 回来有升有降 最后等于多少 零 但是 这里要注意 下一步 你已经知道经过哪些电子元件 下一步 要判断你所取的维路 你所取的维路 经过那个电子元件的时候 电位差速升高还是降低 电子应该很简单 上菜这边 想要你是从这经过电子一的时候 是什么 负到正 所以你觉得你的电位差 电压是升高降低 升高 所以你负到正的时候 是不是要怎么样 是不是大一点 那经过这个的时候 你发现它是怎么样 是不是你经过这个的时候 负 还震到负 什么是震到负 是不是降低 所以你的电位差要什么 是不是降低 好 但是有一个很难的 建主呢 建主呢 那建主怎么样 现在建主的情况 假如你是顺电流 就像你在爬山的时候 你发现你旁边的水流是 跟你是顺的 那表示你在下坡还是上坡 不是啊 下坡 对不对 所以表示你的电位差是会怎么样 升高还是降低 下坡一直是什么 是不是降低 是不是你这里就会降低 总共是你是从高的往下走嘛 才会顺电流嘛 那假如是你所取的回路 是逆电流 那表示你要走错 我发现有水是往你旁边上走的 表示你能是什么 往逆流而上 这表示你是怎么样 是不是在升高 了解一下没有 好 所以依照这个例子 依照我刚刚举的例子 我们实际来判断这个增误 我经过的这个电池一 刚刚讲的 这个是电动式 就等于它的电压的话 是不是它是赚了货 我假设我现在算 假设这个R4的电流 你认为是往哪里流 我假设是往这边流 它假如算出来的I字 假如算出来是负的 它表示什么意思 你可能刚刚的判断错了 不是往这里流 是往左边流 什么意思 好 我假设电流这是I字 各位你们会见 刚刚的经过的这个是什么样 这是多少 是不是就是 电子一的电压 然后接下来判断 正好货 刚刚有讲的 我们是正好货 自从负到在升高还是降低 升高 再加上这边经过电子二 升高还是降低 降低 再加上电子这个 电子这两分的电压多少 欧姆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欧姆告诉我们是这件事情而已 什么事情 电子两分的电压怎么算 I乘以 R是不是 I字乘以 R字 但是到底它是正的货 你经过的时候是怎么经过的 是不是降到的 结果见流你假设判断 证为是降流 所以呢 你是顺流还是降流 对不对 顺流还是逆流 是不是顺的 所以你是什么样 是不是降下来 所以这边要正到货 这个货的 货的 要被判断的哦 这边比较高间位 这边比较低间位 从这流过去嘛 好 所以加起来要等多少 零 好 所以依照这样 假如你其他都是已知的 这个电动是这电动是见足已知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我的I字 这个移过去除过去 R字是不是 这个移过去以后除回来 对不对 会等于什么 这个R字会等于什么 这样 了解意思没有 OK 第一个 好 他 我